字幕志愿者 李永俊 浩森王王 这位大人 有何会干啊 管用右手 不是他 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那个大人啊 这位爷 他真的不是什么坏人 您行行好 好吧 再查一个房间 我们还要做生意的 你是谁 你这是干什么 见面郎君 你被捕了 你说才华贼 在哪儿 才华贼 你该不会说是我吧 我说的不是你 是他 他说是我 你开什么玩笑 这么娇滴滴的一个小娘子 怎么会是采花贼 别装了 就算你的易容术再高明 也无法将自己的身体 变成女人 他不是女人 我看你还不像一个男人 这里的女子上了 常常露出脚踝配以灵当助性 所以对脚踝处的皮肤 格外爱护 可你的脚踝 却十分不操红 当然 你也可以说 这是不愿意迎合欢场的规矩 只是 你惯用左手 指缝中 还留有迷藥的粉末 想来被你替代的姑娘 早就被明云藏在某处了 不愿意了 可以 以后 真是个男的 刚才我还亲了他一口呢 呸呸呸 带走 是 走 喂 连句谢谢都没有的吗 好 好 紧张今天啊 啊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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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姑娘 再陪我喝一杯 王爷 慢点 来 满车 满车 王爷 人都走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说 做个顽固子弟 怎么比领兵打仗还累啊 王爷 王爷 你的眼睛 我早就习惯了 你不用操心 我就知道 迟早有人会盯上这批正在意 果然不出所料 当地传闻是龙王大怒 吞了银子 鬼神有什么可怕的 就怕有人装神弄坏 王爷要亲自去查吗 当然 就说 我先精神无趣 出去就上碗水去了 是 别装了 就算你的易容术再高明 也无法将自己的身体变成女人 这一趟 我需要个帮手 宗属大人 龙王吞音案应该由我来查 这个案子啊 我已经交代给苏慈了 签面郎君一案 本是我一直在追踪 可总署却把最后的抓捕工作 交给了苏少数 如今又是这样安排 是否过于偏心 罗少数误会了 签面郎君善于伪装 而苏慈眼力过人 我觉得还是他去比较合适 多给我一些时日 我一样可以抓到他 那这中间 又有多少无辜少女受害 罗少数莫非为了贪功 便不管不供吗 你 好了好了好了 别吵别吵 罗少数 其实我还有更重要的案子 要交给你 郊外无头女尸案 已经第五起了 能不能抓捕这个杀人狂 就要看你的了 那属下也告辞了 苏慈 这个也戴上吧 这本我找了好久 多 多谢总数大人 只是 这可是您藏了 很久的私房钱 什么私房钱 我堂堂一家之主 还需要藏什么私房钱吗 是 总数大人每月五十两的凤银 可是有一两银子的零花呢 赶紧去办案啊 是 属下告辞 多谢总数大人 清水仙闹灾荒呢 多带点干粮 知道了 我 楼 凉 你 你 这 这 你 你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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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娘 明儿外出几天差安 您放心 撤 撤 拿着 记住 不管有多难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